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 儿子 咱家山上的果子熟了 我就在这儿来给你们吃 妈 家里啥都有 您非正心干嘛呀 妈来了 快进来走 我就不住了 最近身上羊粗不少疙瘩 怕是家里闹跳着了 别再带你们这儿来 那个 儿子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妈 你说 前段时间你爸生病住院 我给邻居借了五千块钱 今天 人家找上门来问我要 你看 你要是手头宽育的话 能不能先借给妈五千 等家里收了卖着 卖了钱我就还你 真是的 爸什么时候生了病我都不知道 没事 你们要是为难也就算了 妈 你先回去 钱的事儿 我想想办法 喂 昌啊 我爸生病住院了 我妈不今天过来找我借钱 老公 你干嘛呢 咱妈呢 老婆 你别生气 咱妈生病住院我不能不管 我又想着找兄弟借点钱啊 还借什么借呀 咱的钱不就是爸妈的钱吗 老婆 这 刚才我去房间拿钱去了 我生气的是 咱爸都生病住院了 这么大的事儿 妈都不告诉我们 我这当儿媳妇的一点都不知情 我一共拿了一万 五千给咱妈还账用 另外五千留着给他们当零花 老婆 谢谢你 果然俗话说的好 有一个好儿子 不如有一个好儿媳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咱们是一家人 父母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父母老 这些钱还是你拿的吧 你给 要比我给还让咱妈开心 走 咱一起给妈送钱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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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生病这么大的事儿 您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再说了 您去找别人借钱干什么呀 咱又不是没有钱 来 这一万块钱给您 您拿着 以后有什么困难了 直接和我们说就行啊 孩子 这太多了 妈用不了这么多 妈 您就拿着吧 您跟爸现在年纪都大了 手里有些钱 心里也踏实啊 妈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向我们开口 您和爸把桃桃养这么大也不容易 我们作为子女孝敬您 那是应该的呀 给您的东西您别不舍得用 给您的钱您也千万别不舍得花 不够了再和我们说 只要您和爸身体健康 就是我们做子女最大的福气呀 如果您跟自己的儿女还要客气 那这个世界上 您还能跟谁亲呢 好 好 妈知道了 你们今天别走了 妈给你们包饺子 行啊 妈 我好久没吃过您包的饺子了 我给您一起包 妈 甜吧 你把壳涂这儿吧 豆豆 王姨好 今天带婆婆出来溜弯呢 嗯 豆豆对待婆婆真好啊 好有什么用啊 那老太婆手里有几十万呢 也不知道咋想呢 一分间夜不给媳妇 准备把钱带到温才离去呢 妈 楼上海已经炖了鸡汤了 咱们快上去吧 鸡汤来喽 妈 你之前身体不好 多喝点这个 可不了 你们先喝汤啊 我还有个小菜 马上就好了 咱马上开饭 豆豆 先别忙活了 我有东西想交给你 妈这大半辈子 也没攒下来什么积蓄 他们说的对 我的后半生啊 都靠你们来照顾了 妈要这五十万块钱的拆迁款 也没什么用 还是给你们吧 还不快谢谢妈 妈 您这是干嘛呀 我之前都说了 这是您的养老钱 我们一分不要 豆豆 自打你嫁过来 一直带我像亲妈一样孝顺 可妈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 没想到 我养了两个儿子 到头来 确实你这个儿媳妇对我最好 这是妈的心意 你就收下吧 是啊 小弟他们不愿意养妈 妈才不能把钱分给他们 可你对妈这么好 妈这是想回报你呢 只有子女回报父母 哪有父母回报子女这一说呢 我们对妈好 那是我们应尽的孝道 如果收了这钱 那跟小弟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妈 您能一直陪伴我 帮扶我们这个小家 已经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这是多少物质都没有办法衡量的呀 虽说小弟不懂事 我嘴上说着不能把钱给他 但我知道 那毕竟是您的亲骨肉啊 他要养那么一大家子 也不容易 万一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您有了这笔钱 也不至于让他太捉襟见肘 对吧 豆豆 你真不怪妈妈 怎么会呢 妈 我现在也为人父母了 我明白 没有一个母亲是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 如果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 又怎么会来爱我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坚信您一定非常爱陶陶的 您希望他幸福平安 过得顺遂 所以爱乌及乌 您同样也会非常地疼我爱我 您说我白白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难道不是已经拥有最大的财富了吗 落着干嘛 给妈盛汤啊 哎 妈 曼婷怎么在这啊 您这是要去哪啊 豆豆 我 我就是想 妈 你想干嘛跟我说呀 怎么能一声不吭的就把行李收拾了呢 走咱们回家说 哎妈 我不是让你去小弟家了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还没问你为什么把妈送走呢 妈 喝茶 你过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怎么能趁我不在 干嘛去小弟家住呢 弟妹这两天回娘家了 我知道小弟心软 好说歹说 小弟才同意 哥哥没起照顾妈 我俩都商量好了 一人一个月 轮流照顾咱妈 我就怕你不同意 没跟你说 你也知道我会不同意啊 我害不得冲你两巴掌 什么叫轮流是来 说起来是两个儿子在养妈 实际让妈在中间折腾 一个懒得送 一个不愿接 你知道咱妈刚刚在公交站台坐着的时候 有多无处多可怜嘛 去也不是来也不是 你小的时候咱妈也不赋予 她也没说把你往别家送吧 从现在开始妈就住这儿 哪也不许去 谁也不许跟我抢妈 那同样都是妈养大的孩子 小弟他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你倒是会做老好人 把养妈的责任都攒在自己身上 总得给人小弟一个尽孝的机会吧 是我不给他机会吗 小弟和弟妹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了解 妈去了能有好日子过吗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无论父母多大年龙 是穷是富 心里永远只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们呢 又是怎么做的 等他们年纪大了 就像踢皮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 巴不得跟自己半点关系都没有是吗 况且我们也已经为人父母了 要给孩子做榜样的 我们现在怎么对妈 咱的孩子将来就怎么对我们 我总劝你孝顺 也不是为了立什么人设跟谁攀比 而是为了真道妈百年归天的那一天 我们自己能没有遗憾 问心无愧 我知道了老婆 我以后再也不会说把妈送走了 那就行 还不快去给妈做饭 我去帮妈把行李收拾一下 哎 我去帮妈妈 你愿意 我的是怎么回来 就像我来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